老师真的依旧之一 二就是二 没有经过他不敢说 然后连那个结果要不要说 都事先问我可不可以讲 因为去日月坛那个岛 有两个庙 一个咸光寺 一个文汝庙 他去的时候 那些神明竟然起来跟他 打造屋 还保护他出来 那个日月坛的游户 那个文汝庙的观圣帝君 跟派的兵将 保护他回到台南 很不可思议 然后隔天早上 那个观圣帝君 下一道指令 叫他们不必回家 不必回家文汝庙 找那些改个事 各位知道吗 就是那个后天庙要抓 那陈文汐去当机头 陈文汐不肯 他不肯那个庙就找他忙 有没有 然后使他的女儿 使他儿子 这个眼睛跟牙齿都出问题 为什么要知道 陈文汐在说 让他听到 让他知道 也就是这样 然后那个观圣帝君 就要他的冰相 帮助他解决这个困难 有来的话 我们还可以问说 现在改革好了 还是这样 然后再留下 就有一个颜色 对 这条理好 开课